终于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也开始了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远航训练 在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开始进屋维护的特殊时期 山东舰此举无疑填补了战力空白 但更关键的是山东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具备出远海训练的能力 让我们对中国海军的真才储备充满信心 毕竟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还是人的因素 对于山东舰这次远海训练有哪些最值得期待的呢 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金部6日发布的信息 5日下午6时左右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冲绳县波罩尖岛以南约300公里的海域 发现山东舰航母编队 其中包括导弹护卫舰柳州舰及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 两艘护航舰艇 从沿途跟踪监视的泽物号驱逐舰拍摄的照片看 山东舰飞行甲板上停放了至少10架歼15战斗机 三架直18直升机和一架直9直升机 而台湾方面则宣称 山东舰编队经台湾东南海域穿越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 一度距离台湾本岛最南部的河卵比仅有约200海里 从载机数量和种类可以判断 山东舰这次远海训练必然将进行大量舰载机起舰训练和海空对抗演习 考虑到山东舰通过改进内部机库设计和优化飞行甲板布局 携带的舰载机数量大幅增加 再加上借鉴了辽宁舰前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成熟的舰员 预计它此情的演练内容和强度将远远高于当初辽宁舰的首次出海训练 可能包括较高难度的跨中夜连续训练和战术飞行 正如专家所言 第一岛链外的沿海训练是对编队指战员心理上的力量 在大洋上的训练 航母远离岸基力量支撑和支援 会面对更多部位预见因素 比如会面对国外军机战舰的近距离干扰骚扰 编队要完全靠自身力量独立处置 更有利于锤炼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 不过日本公布的山东舰编队护航舰艇数量有些少得不正常 通常来说中国航母编队 远海训练时会包括三到五艘驱逐舰 一到两艘护卫舰 一艘综合补给舰随行 水下可能还有核潜艇隐匿护航 例如辽宁舰编队首次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时 护航舰艇就包括三艘导弹驱逐舰 三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 老司机猜测 未来几天山东舰编队可能还会与其他护航舰艇会合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 最近还有中国海军多艘驱逐舰在附近活动 例如4月4日前后 中国海军052C型导弹驱逐舰长春舰 和054A型护卫舰安阳舰都在冲绳以南海去出没 另一个值得期待的是 山东舰将选择什么样的远洋航舰 2016年12月 辽宁舰编队首次复西太平洋海域时 是从东海渠道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随后从台湾东部海域南下 再从鸽鸾鼻南方的巴士海峡 转移到南海进行训练 随后在2017年1月上旬 从南海经台湾海峡北返 返回青岛母港 与母港在青岛的辽宁舰不同 山东舰的母港在海南三亚 因此这次山东舰航母编队开展远海训练 选择经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在演习结束之后 他是直接从巴士海峡返回三亚基地 还是北上宫古海峡返回东海 再经台湾海峡完成绕台一周 这其中释放的信号就很值得关注了 此外老司机还注意到 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海域 开展远海训练 花费了四年多时间 而山东舰的首次出岛练远海训练的步伐快得多 从2019年12月入列到现在 采用了三年三个月就开始远海首秀 这也证明了中国海军拥有高效的航母人才 培训机制 保证了中国航母的下一步快速发展 毕竟中国首艘团射型航母福建舰的海事 已经指日可待 值得期待的是 随着辽宁舰与山东舰顺利地完成战备值班交接 再加上福建舰将在不久的未来服役 当前中国海军一艘航母在维修 一艘航母在训练 一艘航母在战备的格局即将形成 未来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演练双航母战斗群的时刻 已经不会太远了